目前版本的话 就是中路要跟队友做好过程 然后根据阵容选择适合的阵容 就希望我们这次纪录赛 能一起加脚一起努力 然后争取能进决赛 纪录赛不管对上谁 不管谁来我都不怕 就随便拿 我觉得牙刀成为赛的发挥 我觉得它跟薰佩尔的非常好 我觉得我们在向比赛面对他们的时候 我们也会增加我们的中路对抗的英雄 纪录赛这个版本 我觉得中路更多是偏向于 比较攻击的那种感觉 就是开团或者去带节奏这样子 我觉得长一赛输给标记 我觉得那把非常可惜 那把之后我们也去好好讨论了一下 我觉得在下场面对标记 我们会成功复仇的 我这样对牙膏做一个动作 这边垂石 或者 我觉得垂石 对垂石 主要还是要拿一个能保下嘎拉的英雄 因为这把没有霞嘛 而且垂石在面对要落地进场 第一时间也可以利用二军中摆把他进场给打断 先摆你一下 再加上冰川增幅给你付出 我刚刚本来在想会不会有电纳塔的出现 但是对方毕竟 是下半区三组说完直接挂在下面还是双buff刷完了再去下 这边是看到了打了个照面 他们主要安静好像觉得标记这边会进来 被勾到了 输若给到薰这边有点危险 死了呀 因为小薇那个Q一直没交二段 是的 有点被拿 中了 应该也就换波曲 嗯 这边AD是先靠得过来啊 这波应该能踩起来 有灯笼 旁边Alk这波强穿激光是没有办法命中的要打野 通过下落一波献拳吧 那安静不想给想打 主要安静到6了想过来尝试一下 但安静自己很尴尬 R闪自己往后溜了 阿静主要这边都抱在一起 哎我又反射来动你了 把河蟹抢回来 嗯 闪蟹抬 抬两个爆炸口是把暗给弹开 另外两个人没走 一个框框的非常好 边缘晕到了两个人 要杀谁小米没闪了 但伤害有点跟不上 上去把这个视野出勾 但勾到了是打野 一时间奥抬了一下鸣 鸣这波是没有闪现的 旁边的嘎拉缴了一个心灰燕鸣 鸣已经千千倒下来了 而且旁边的薰还可以捡一下 出勾是勾到了嘎拉 嘎拉在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最后是把人头给到了Alk 这个位置也是看到了盲生想动先锋这个意图啊 对主要是奥也直接来了 冰要开大吗 先打晕一下 队友位置很远 想让小米去抢了 来看一下盐已经做好了 怎么去 给灯笼 该是小法放异了 不敢去 有一个小法师 这边其实是看到了 但没有选择直接溜 主要第一时间出勾没有勾到Alk 但是勾到后面的薰 就发现大事不妙 就已经不对了 感觉他这个勾勾到谁自己减速了 都得死了 只要勾到了感觉就不太好走了 主要这波是盲视野的勾 对 要打照面了 诶 寻先手回头拍了一下地板 但是神分打且四边 大招直接斩小薇大招踢墙上没有7走 闪现撞墙了 小薇的闪也被吓了出来 这边是慌了一下 都慌了都慌了 一边撞墙一边吓出来了 确实打不过啊对面有神分 来中路 想打一个安久 他会摸一套 压点血啊 主要是换出了一个 哦 来了 魔队友几乎过去 深大灯场抬到了 小薇闪现补了个Q技能 他又绕过来了 感觉有机会啊这波 他想卡一个佛耶哥不在的时间 因为小薇已经回去了 谁先手 但佛耶哥也在旁边 对 但是佛耶哥又来了 这有点浪费到时间啊 他在等Alk走三角草回来 但是Alk也不过来 他等队友来 这边先开了 干了 计划家闪现小薇闪被秒了 踢一脚踢出来 但伤害已经不够了 安久来到了这边在场 一个大招砸得不错 砸了两个人干了一波 轻贵你撒起来撒得还行 Alk已经采取摸 摸队友走掉了 但这一勾捡到了 接大招 阿宾闪现大招进场 晕到了小薇 现在由于也捏到了 BLG这波大获全胜 而且安久这个位子 直接被赶到一塔后面了 有点跑不了啊 但Alk不能先出去啊 先出去 被打一套要死的 不敢过去 因为安久还有先攻 呼吸再过去 哎呀 被薇打一套了 自己能一走 先把小龙激活往自己的下半去拉 因为三角旁边有一颗针眼 哦 好像想绕后 好想绕 但是三角草是RNG的针眼的 正面先开一套 接钩子勾到了 能秒吗 小马师被秒了 而且飞轮叠的很多 Owen来了 Owen开大招了 Gala直接选择招狂波往后 挂了个虚弱挂了非常及时 这波电并没有把Gala给处理掉 这边的话感觉RNG这波有点机会 强制对方前跌死了一个 艾尔克的输入位置非常的好 小薰几场能捡到魂吗 没有捡到全是残血 一攻没有咒 艾尔克还在继续 但安久这个W晕到了两个人 这样的话B2G选择 先接下这条小龙 找艾尔克的大招断掉了 RNG这里四个残血 一闪过来撞到OwenOwen没有死 一技能摸队友走掉了 这个小龙拉脱了 这种回血了 小薰是有惩戒的 这个龙三间血 两边都不敢再打下去了 主要现在血量都太残了 极限的拉扯 只有呼吸能喝酒回血 有TP 看见了 那RNG得撤退了 一个满状态有闪现的小法师 两队冰冻手 小法师没有TP的 直接踢墙感觉要死了 呃 开大招 但是能踢出去啊 想换能换掉吗 差点伤害 直接打大龙了很果断 知道你人都在下半区 而且只有一个残血的安妮有TP 那过铺来了 这个时候好像才 就是开始反应要过去了 但是 来得起吗 好像来得 4000血盲森 主要得先到才行 2000血了 一级能先匡落 直接去留人去了 那这样大龙能拿下来 落能不能走 被Q到了 两个人打爆炸果实 暗已经被弹开了 然后直接交闪先过墙 寻野交大招斩过墙 不给一点机会 现在就是欧温的逃亡之旅 开始卡试验 开始玩 人倒过去回到你绝的地方 哎 反复横跳舞 我回到了你之前的地方 还要找一下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是的 欧温 两边都有人想要绕后 那么 嘎拉绿白刀 先把龙往下面拉 阿斌想绕 开着扫描过来 欧温过来接一下阿斌 但这要被桶子先炸一下 龙7000血 想把一个异技能封在这个位置 不想让呼吸来正面 但这个位置 BLG的重担感军队往前靠下 欧温想开了 距离六远又开到嘎拉 抬起来的 龙被安妮给拿下来了 嘎拉输出位置还行 正面小薰斩进去 凯南也进场 嘎拉交出了自己的闪前 奥克直接滑到脸上 要单杀 时间牵掉了嘎拉 还追着小温继续在走 正面团你确实也打不了 要继续追击 一技能好了吗 乔车结果没有中 有强翻步 有强翻步 一好了继续追 这边野奏续上了 再来一下 盲身现在 可能打团也没太多用了 他就是踢那一脚了 是的 就踢一脚了 看一下 呼吸这波可能 最好选择能撞一下 哦 是先撞掉了 这波是 已经在尽力去防了 也把阿B给炸走了 但真的保不下来 没办法 这这样确实正面 伤害已经不够了 嗯 小法应该是动不了手 动不了 真解决不了 抓到位置了 被遗到了 框下来了 又机会打过字 打爆炸果实 打到了薰的面前 小薰还要走 有Q野怪还有摸眼吗 踢一脚 好像没有技能能跑了 大招只能收下300块 绕不动了 小法开始不断一下走头 他这个法强的QR转杀线 并不是很好 清灰燕想配合9头抢 没有抢到 是的 而且是 绕得非常完美 电到两个人双路直接被融化 这应该要成功一波了 打花了这下就 这波是想绕一下吧 也是没办法的 因为正面实在是 开不起来 是的 正面也打不过了 双路还有20秒左右的时间复活 标记想尝试直接一波结束比赛了 因为现在RNG的三个人 都没什么伤害 三兄弟 点门牙有点防不了 只能看 他们连清兵都很困难 可是没有威胁的 拆两个 再拆两个 接小把大招冠下去 两个人打的目标不一样 但是都有点 靠不住到伤害 开个精神拖时间 给个登陆已经救不着了 捡了个安妮的魂 拆机一地就结束了 可以提前 恭喜B2G 扳回一城 恭喜B2G Hersh pseudony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